至少你念一下 再来 如果出现很大的违缘 违缘就是障碍 至于连功课都不想做了 有什么方法改善这样的情况 首先我告诉你 修行不是功课 修行不是考试 修行不是压力 记住这句话 很多人把修行要做功课 我好像没做完 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不能得到第二步 第三步 第三步 这样你错误 这不是修行 修行是没有压力的状态 自在的状态 修行是要恢复平静的状态 不是功课 那当然 如果你的修行方法错误 你就会退转 很无聊 很无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然后呢 自己会觉得压力很大 拜死万拜 要拜到什么时候啊 这样 所以各位我想这个是错了 我常跟人家讲 如果你要修行 还不如跑去门口跟隔壁讲 你好 讲十万变快一点 去跟人家打招呼 去爱护别人 去照顾老人十万变 我觉得那很有意义 不要急 所以修行不应该会退转 修行是一种快乐 各位 下回我们坐船去温哥华 看那个什么 什么景 蓝光好不好啊 我心里想了就祝福 修行是一种快乐 不是一种压力 千万不要有这个感受 但是修行有违缘 有障碍 你要检讨 可能我动机有一点问题 可能我福报不够 福报不够 我们就要多一点的 用圆满的心 去做一点布施 布施不尽量花钱 布施水啊 对不对 一碗饭拿起来 像各位每天吃饭 一定要把那一碗饭 来 给我念一下 每天每天都要做 当你饭拿起来 虽然你菜是荤的 然后这个饭 念一下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供养护法善神 供养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供养六道众生 翁阿后 哇 那这个饭有功德了 因为你都供养 然后最好再拿七颗啊 去拿到窗户打开 布施一下 布施一下 那这样 你每天都在修福报 福报是在日常生活里面 你要喝水也一样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三宝 护法善神六道众生 第一几踢出去 自己再喝 那你 而且佛陀说 一杯水 观想供养佛 可以度八万四千个鬼圣田 一杯水 供养佛 可以等于念一百万遍发财咒 一百万遍 消业障咒 光一杯水 这个不是福报的问题 是你的心态 所以 明天各位来参加 你最好带多一点水来 好不好啊 今天有发吗 等一下要 先发给各位 佛陀说 一杯水 供佛 这一杯水变成 极乐世界八功德水 然后把这个水滴几踢出去 所有众生都消业障 这叫 着租业障 六道清凉 特别二鬼道 而且各位希望把 今天这一瓶水 做一点布施 为什么 回去在你家 附近门口把它倒光光 为什么 把我们的功德 乃是水洗诸佛菩萨的功德 布施给累劫累世父母祖先 也布施给附近的孤魂野鬼 功德很大 因为现在澳洲缺水 对不对 美国加州也正在火灾 为什么会有火灾你知道吗 人类的嗔恨心 引起鬼嗔恨 鬼嗔恨就吐火 然后就烧火 所以火灾是这样来的 所以各位 最近为了加州不要火灾 不要生气 多撒干入水 所以 那用一杯水 就可以做很多的功德 编发 第二个问题 关于五界的解读 不同的法师有不同 有一些严格 有一些并没有那么严格 那么我守五界应该有什么为标准 五界的目的 最主要是告诉我们 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佛教的修行以不伤害众生为基本 这个叫解脱道 进一步愿意帮助所有众生叫菩萨道 所以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喝酒 那至于严格跟不严格 我觉得 就算你这个人发愿 我不杀人 但是我还会杀蚂蚁 佛陀说 都还有对人类的功德 虽然不百分之一百 所以站在小乘佛教 他是为了修解脱道 他不想要成佛 他吃肉没关系 他认为 因为我 我又没伤害他 他死掉了 但是他没有要度动物的意思 但是我们大乘佛教 为什么不吃肉 因为我们要度所有众生 包括动物 所以如果你吃鸡肉 就度不了鸡 千万不要怕犯戒而不持戒 记住这句话 宁可 在大乘佛教 有戒可犯才叫菩萨 代表你还有福报 如果我干脆就不要守戒 就不会没事 因为你不守戒 你犯了还是照页 但是你守戒了 你会提醒自己少犯一点 这样 所以站在菩萨戒 是可以忏悔了 明天传五戒 好不好啊 传归一 传五戒 最好传菩萨戒 那你早上就要来了 菩萨戒要讲解 这样好了 下回来墨尔本 办短期出家 高级班的 不用三点五十分起床 六点半才做早课 现在不这样不行了 因为 只是我觉得 各位能够短期出家七天 哪怕三天就好 哪怕一天八观再戒 一天八观再戒 做七世天人 做七世国王 一天八观再戒 二十小节 不会堕落地狱轨道出生道 一天就好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事实上中国人都出过家 只是你不知道 爸爸妈妈往生披麻戴孝 就是出家的意思 所以叫披麻戴孝 因为你们有头发 所以就要叫你戴那个草帽 但是全身就不能穿皮的 再穿草鞋 然后这样守孝七天 就是出家七天的意思 因为这是在家人最高的福报 以这样最高的福报来报父母恩 这叫什么 一子出家 九旋七祖进草神 何况出家七天 何况有人出家四十九天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最好每个月的 初一十五 你都守一下灾戒 就是为爸爸妈妈吃素 为祖先吃素 初一十五那一天 就是不要吃肉就好了 那一天不要骂人就好了 那一天做生意 要骗人说 明天再跟你说 为什么明天 今天我守八观再戒 就是八条戒律 诸八戒有没有听过 调查一下 有受过八观再戒的 举手 随喜功德 你八观再戒那一天 布施一块 等于一百万 这样 这个叫戒 所以各位很重要 你守五戒布施一块 跟没有守戒布施一块 功德完全不一样 你守了菩萨戒布施一块 等于别人要布施一亿人 了解吗 因为心态不一样 功德不一样 所以各位要争取守戒 好不好 八观再戒 那八观再戒 明天跟各位讲 好了 你们可以在家里受 初一十五自己受 上班那一天也可以受 上班那一天怎么受 反正今天赚的钱 都拿去布施那就对了 今天所赚的钱 今天不要骂人 今天乖乖的把事情做好 对不对 保持正念 这个很重要 好 这边还有问题 时间快到 明天回答好不好 我这个很长 我每次看到长的 今天是很殊胜的日子 念一下 那么定光如来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今天所有功德 念一下 九亿倍 今天是九亿倍 今天是初一 兰登佛的价值 再加上释迦牟尼佛的价值 所以九亿倍 我忘了一件事 忘了布施食物给鬼道 我很少咳嗽的 那现在这盘食物 要布施给各位身上的动物 好不好 云青在主 堕胎胎儿 包括跟各位来的 包括跟我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 跑到很多地方 所以老师说 当你宣布要法会的时候 众生比你还紧张 所以我在半年前 就说要来澳洲 台湾的解割法师说 师父众生在机场等你了 因为这是我过去 跟他们的缘分 所以我也相信 我这个人是真相信 所以我就会比较认真一点 所以来大家跟我念三个字 翁啊翁 以后麻烦念这三个字 翁啊翁 念这三个字 翁就代表所有东西干净了 阿就变成无量无边 翁它可以得到 水也好 米也好 灯也好 花也好 你都要念翁啊翁 比如说你只供养一朵花 你念翁 这个花不是偷来的 而且干净的 阿有多少佛就变多少花 叫阿 翁呢 这个供花的功德 马上可以布施给众生 漂亮啊 清净啊 包括在地狱里面 都变成年花净土 叫翁 这三个字非常重要 翁就代表清净法身 毕如遮纳佛的加持 阿代表阿弥陀佛的加持 翁代表不动佛的加持 然后总的来讲 翁啊翁叫三字种词 总词是诸佛菩萨的身口意合起来的功德 叫翁阿翁 所以莲花生大师叫翁阿翁 奔扎古鲁变玛西德翁 它是所有诸佛功德的总词合在一起 叫莲花生大师 所以当你念翁阿翁的时候 所有的一切都转化为无量无边 诸佛的加持 然后让众生吃到这个东西 他也翁阿翁了 他就身口意进化 而且他也得到了这些清净无量的甘露 所以各位平常多念翁阿翁翁阿翁 好不好 今天晚上回去老公带的地方 翁阿翁你想什么 翁阿翁 又要让他背下来 所以有一位感情很能默契 你跟他叫什么 他就翁阿翁 希望大家经常念这个三字种词 连呼吸都翁阿翁 念一下 翁阿翁 很重要 吸进来是佛的菩提心 阿是空性 翁是悲心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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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成功了 翁阿翁 都会开始念到你家去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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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以后做什么都要念翁阿翁 好不好 所以这三个字种词 所有佛陀的叫法是叫三字种词 所以放烟口 上供 下诗 都要念这翁阿翁 所以我们 翁班长阿乐给阿翁 对不对 就是翁金刚火 就是金刚灯的意思 菩提灯 翁阿翁 所以每一个香花灯土果 前面有个翁 后面一定有个阿翁 那这中间 你不会念奏没关系 要公花就 翁阿翁 花 供水 翁阿翁 水 这代表什么 来 上供诸佛 下诗六道 变满一切 翁阿翁 好 所以我们念七变 好不好 为什么七 地狱道 恶鬼道 出生道 人道 天道 阿修罗道 包括你的父母 祖先 都得到供养 愿心在主 这意思 来 那当然在念的时候 诸佛菩萨都已经得到供养了 来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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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食咒 那各位麻烦你观想 无量无边 整个世界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成最好吃的甘露 而且他们吃的就解脱 所有的水都变成甘露水 他们喝即解脱 谁跟我念一次 那各位你负责观想 观想比念的人功德大 观想是一种相信 从墨尔本到整个澳洲 从澳洲到整个世界 从世界进入所有法界 充满甘露 你观想就好了 而且你还特别想到 非常